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年经济一般 大家上班有些愁眉苦面 如何保住工作 如何稳固些 有没有什么看法 如果我们简单办公室的摆设或风水工量 分两个层面说 如果我们简单纯粹的方位 我有一集也讲过 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 第一件事有些行为上要怎么布置 布局或有些禁忌 好像家居风水禁忌 其实办公室都有 如何去摆设 今年特别一提的是三杀委 别人说不要坐三杀委 谁是三杀委 三杀委今年在南边 不利南边 另外 其实所谓不利有很多人不明白 你说连年都转 怎么办 整间公司公司不是你的 怎么布局 当然有些东西可以调节 至少你移动不了公司 便移动一下办公桌 例如我刚好很不幸地 坐三杀委 原本是向这边 或是死都要打侧身床 可能要有些化傻 但凡是通常这些 你不是犯了先天的麻烦 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 但先天有些麻烦 最基本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以前讲家居都有 就算我 你有个认识的人 他对着门口 他走去跟你说 告诉我 李sir教的 我明明没有教他 我位同事都特意在公司 移动我的东西 是的 为什么 原来他就是坐正 冲着门 是吗 识得识教你 他就是冲着门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办公室对着门 如果你开门 简单来说 你坐那个位置 你又不可以自己选择 不是 他当初自己选择 是吗 这么准吗 但他选择那个位置 如果我们看到 如果那个位置 冲着门口 我们经常都说 冲着门口 如果你通着 前面又通 然后对着窗口 你就在中间 似乎 冲走 冲走 你也会如何 最基本是 你的位置不稳 除非你做流动性的工作 即是你经常不在那位置 他经常都是这样 他经常不上班 我经常不上班 我想背人坐背位 是的 所以 很正确 其实基本上 也不用太害怕 如果有些做博物 也可以 但是 如果你的门口 有些杀位 五王耳克 又对正你坐在那裡 行为 出入 旺旺材 当然不旺 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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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材两空 你记得吗 记得 记得 所以可能同事很容易 存不出钱 原来是有原因 什么人坐什么位 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 这一刻 流动性会更大 如果避免 也有些方法 我们一次过 可以 待会讨论那些位置 之后 我们就陆续 逐个解释 我怕你说完这一集 大家在办公室大兜 因为 最会中招的位置 应该是秘书召集 是最容易 那位置是最应棍的 是最容易 当然也有些方法 坐側 放些东西 或者找些屏风 可以处理 这些 我们待会逐个去拆解 我们先说些问题 然后逐个看看如何拆解 我们去留意一下 避开 简单来说 门口最好就是找屏风挡 你说是否 只是那个 避开门口就可以 那你如果 自己那里 对着是没有东西 前面和一只 对着道墙 那就好 背后墙又墙 困住自己 我觉得不好 面壁好像一般 那你就算是 就是你面壁 对着 其实都要开门 你简单来说 你自己的办公桌 如果你老板更加 你自己有办公房 办公桌 你要够阔落 看着 要凶狂 对得到 流通 你不是 就这样狹窄 对着 面墙 当然不要面墙 你自然就压力 正如我们说的 阳窄风水 也是 你没理由窗口封了一道墙 你个人不能呼气 压力又会大 那你怎么办 如果万一一样 座位不能选择 那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对正 墙壁是什么 挂一些东西 OK 令它不像一幅墙 是的 那你布置一下 令到压力减低 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你说前面是墙 后面是墙又不好 那空空空抗抗 前面空抗后面不空抗 不好 后面没有 后面有靠山 是的 最基本上 我们出来打工 最重要是有靠山 还有没有安全感 你后面就不适宜空 如果说前通后通也不好 后面放着窗 那就好 后面没有东西也不好 后面有窗 你以为很空抗 其实后面空空如也 反而没有了意求 我记得那时的朋友 他那个公司就是这样 他坐着 他是一个会计师 他的房间就是后面 没有东西 对着外面 最差点外面的景色也不好 刚好那些人在天台高层 那边看到很漂亮 他说很喜欢的景色 有空转转看 原来他背部就对着那些 那边有一个锅鲁天线 你那一支东西 他问我怎么化解 有什么 山窗 我叫他收拾一下位 他说不行 然后他说不行 我说你等便搬 落链行不行 落链行不行 落链也不肯 他说好环境 我这么有趣 所以有时的东西都是人 就是什么人 就是什么 小师妹就说了 结果他也是走 我说你 差不多一刻你走 可能之后还没有环境 这是另一件事 可能是环境 所以我们最重要 你不要背脚空旷 是吧 当然有很多方法 背脚空旷 除了窗不好 门口好多 刚才说充门 你背着门口也不好 因为人们出出入入 没错 你基本上门口立气位 尤其是如果不好的时候 你背着门口更加差 你想想门口 刚刚开五黄二黑 你一定是瘦的 跟你说充门那些 如出一切 你以为盈着它也好 怎样也好 怎样也好 避开口 隔开口 有放屏风在后面 有些位置你放不到屏风 可以用一些大叶植物 应该我们逐一样去处理 我们刚才说 通道位有些说 我靠着墙在旁边 很多东西 但你要注意 如果你在走走廊位 你就刚好 就是你的工作位 即是你坐在那 旁边有些人走来走去 或者你在 把墙桌 现在很流行的open office 墙桌 很多人坐 这个坐 然后那个又走过你背脊 那个在旁边 浸水 这些都是有些不安感的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真是那些open office 有些选择座位 尽量靠有些长 有些依靠的位置坐 尽量不要在两边 人来人往 一来是分心 二来也很不稳定 又是那句 除非又是流动性的工作 有些做销售 我相信 现在有些朋友做销售 都是这样的 有些open office 也不吵 都没有办法 但是 龟属感会弱一点 所以你见到 外国公司是喜欢这样的 中国人公司 就没有那么喜欢 因为你其实 有没有固定的位置 很重要 另外还有其他的 小师妹有没有想到哪些位置 有问题 我见过最奇怪的是 可能写字台对面 就是有个厕所 俗称是厕所位 厕所位 有啊有啊 那时候有些朋友 真的对着厕所 有些对着厕所不好 那些对着厕所 除了对着厕所 另外就是 你那些长角 有时那些位置 有一些 特了一块 特了一块的长角 柱角 长角 整天都有的 这些都不太理想 那些工作压力很多 另外就是 再比较通俗一些 现在很多IT公司 你会有影影机 伺服器 在那里 在那里 那些都会 令到那些人 情绪差一点 是 比较不安一点 这些都会 整天都会发生的 你想想那些 不是我们说 先天的厕所 厕所没得搬走 但是那些厕所 或者那些 草原巴斐的电器 那些 鞭打在那里 影响人情绪也很重要 是吧 另外就是 注意下桌子 是吧 吵架架 那怎么办 是吗 这个接受不了 吵架架 你被老闆看到 你说想避免被人解除 那些桌子 看到老闆也不喜欢 是吧 自己的东西都打你 贵心都没有 怎样叫你处理其他事情 如果你又乱 你还坐近厕所 那你怎么办 是吧 另外 我以前说 你要注意 跟健康有关的 那些 你不要坐在冷气位 那个头顶 吹到正 那如果是这样 你如果可以控制 你不会关掉 或者加个档 因为你风吹头子孙手 都说 很多胡思乱想 伤风感冒 这些都是很多 另外又很多问题 比如你 那些椅子 你要留意到 你说的位置不稳 那你要弄好一张椅 椅子也要稳 当然 你最好有拼 没有拼的椅子 快换掉它 如果没有 行政部申请过 好 另外 其他那些 有些东西不要乱摆 例如垃圾桶 有些人到处乱摆 有时 就算你有垃圾桶 你不要 扔纸 好 有些人吃完东西 为了方便在写证楼 吃完东西 那些很不卫生 资生温蟲 这些都不好 对卫生不好 影响你自己健康 我见过最愚蠢的 有个朋友 我去过 他刚好有些 可能比赛 那些 跑数那些 有照片 他摆在垃圾桶 在旁边 自己的照片 拿着垃圾桶 这些 怎会不影响健康 我估计他一定不成功 那一年他去做事 另外是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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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 有些 师傅会赞成人用镜 可以防小人 折射 反弹 我就不赞成 因为你用镜 可能你就是那个小人 说得好 我以前有个 在一间很出名的媒体打工 我的上司 他坐在我背部 他的电脑上 我真的觉得这些人是真是小人 很生气 一个什么人才能把防导镜看同事 有本事做大一点 你意思防导镜放在这里是专门看人家 他要随时看前面有个防导镜 到后镜 看到后面的同事做什么 他经常想监察人家 你没有自信的表现 所以有些师傅会赞成我 我就不赞成 因为我都说你用镜 要注意防小人会不会理解小人 特别是如果你有杀妖 即是那年榴莲的位置差 你自射回来 你不幸你一定会对到自己 你就会受回来 你讲这个原理不是跟自己家居放八卦镜 没错 所以我一向不赞成人用这些 你说什么招财 或者什么挡杀 挡什么反什么大人 你自己是这样 所以就算你见到别人的办公桌 他有像刚才说摄射的镜 其实也不太好 最好是万一你的女士贪美 你找一些收到 能够合得到的 有需要才揭开 或去洗手间才搞 是不是 你没有这样的心 别人担心你去看那些东西 因为很多售网 我也有朋友 小师母的遭遇 有些同事是找东西偷看别人的东西 所以令人贴在电脑的屏幕 都是看不到的 是看不到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而且你做到这么出面 低手 你明白吗 这些受害者 所以你只看到这些反应 就知道有时乱用人际关系出现问题 是的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 有什么办法去补救一下才行 说来说去这么多东西 我们陆续说回 最简单的第一件事 如果你求财 你做事求财 就麻烦你整齐站立 办公室要整齐站立 你要布置得好 如果你记得怎样布置 我们讲得最多 我们要左青龙右白虎 记不记得家业 记得你很厉害 通常你左青龙右白虎 你要布置有高低之分 最简单 记得哪边高点 谢谢 你自己的左边是高低 对 你要放青龙方 如果你说我不会弄那么高 你可以放一些文件 跟其他东西不同 文件可能放得整齐 左边的青龙位 就可以动得 或者可以流动性 甚至乎可能是 发声 摆电脑 拼板 那些东西 全部都可以这样用 那边静他在右手面白虎 不动的 只要把他摆在那里 一路左右平衡 高低有序 这个好 特别是男人 因为以男性社会 女人就未必 有时女人都很凶 好了 如果你说整齐 企业 是不是个人都会这样 不过我有一件事要说 如果你从事创作 或者创意工作 你太规矩黑板 似乎已压制了你的创作力 有时可以乱中有罪 我不是叫别人乱七八糟 你看看怎样可以配置得好些 这个我就不能教到你 创意我的人就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他们那么厉害 但是理财的人 通常创意人的理财很混乱 是不一定的 是吗 好了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屏风 你说如果有时 我们有时面对面 对着同事 你很麻烦 或者刚才说你的同事 怎样可以挡到 挡门的 可以动到的 你用大小小的屏风 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时候 还有你还可以用大叶的植物 你挡住它 透过中间 八糟叶 冷静一点 你可以用大叶的植物 可以阻挡一下 这个植物可以挡住 除了 例如有些厕所 或是厕所 都可以用这些 如果你对着的 近的 你不是说到事 不可以放在走廊 不可以放在厕所门口 你自己就安装一个盆栽仔 遮一遮 盆栽仔 对啊 我刚才想问你 你所谓的植物 要几大棵 你看一下你的空间 没有理由空间小 你放一个大棵是错的 如果空间足够 你便放一些位置 你便放到 刚刚你厕所的位置 是走火通道还是怎样的 会否阻碍人呢 不要阻碍 如果足够的 你简单来说 你那个大植物足够遮盖 起码 药物本身可以的 至于你说自己的桌子 当然不可以高得太紧 因为你遮到阴暗当然不行 小盆栽 可以帮忙 真的 对啊 小盆栽 真的比人高 如果太高当然不行 如果小盆栽 你可以放到 你可以 挡住一些东西 比如我们说的 前通后通 便利用这些东西 但是你要注意到 其他那些位置 会不会有杀妖 另外就是 我们可以说 刚才那些角位 长角位是对着的 你在长角位 便放一些小植物在这里 其实我们说 有一集说的 横梁那些 我们也用过这个方法 你不妨可以用这个方法 真是万一你办公室里面 你也是被横梁压住 你也可以用一些 小植物 好像托高一点 那你就可以高一点 好像你说的 竹 那尽量去配置 那如果你说 其他那些方位 你对着那些人 人与人对着 你便放一些风波 挡一挡 不用直接冲突 是吧 你一个老闆的门口 你对着直接冲突 你找些东西遮掩住 看不到你 明白吗 至于 当然 你其他 如果你说有些植物 是有些好处或坏处 如何去分 我们也要有些办法 但是可能 我们今天 讲不了那么多 还有我觉得 讲了那么久之后 最重要是大家收拾 因为有些写字楼 是不欢迎摆植物的 根据老闆的喜好 大家自己看着 因为我以前有些写字楼 是摆植物盘栽都不准的 老闆的风水震的东西 你动了别人的风水 我试过 那位老闆 都是一家很出名的公司 都是见到心情不好 见到一个很高级的职员 那张图很乱 炒了它 即日炒 所以整齐多么重要 其实还有一个最基本的 刚才我们讲的窗外风景不好 你可以落点 还有最重要的座位不对 你有本事 调位 还有一个最绝是什么 持工 下次再去看一些方位的问题 看是否需要持工 或者你想转工有没有办法 还有如果要放些什么 就是衡量办公室 好不容易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实际条件是怎样 还有什么风水问题 或者有什么移民办公室 你们都可以在这个留言区 跟我们谈谈 继续PM 还有记得要赞和订阅 订阅我们在翠台YouTube和Facebook平均 那我们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